敦煌壁画、飞天、岛琴皮影、葫芦、神话人物 这些用弹壳所打造的精美七亿作品 都是由兰州工业学院师生合作完成 完成其中一个小小的茶杯 就得需要近一个月的时间来制作 近期,记者就来到兰州工业学院 采访了创作七亿作品的师生 因为喜欢七亿作品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学生王玉宁 专门到兰州工业学院学习计划制作 他向记者介绍 以前看似不起眼的茶杯需要刷七二十遍 每一遍七刷完后都要等它晾干后再刷 这绝对是一个耐心活 就开始上七 上完七这个工序的话还是非常反复的 因为是要老师说我们需要做十五到二十遍这样刷七的过程 孙宇瑶也是一名七亿爱好者 他坦言从设计到制作过程能学到很多的新知识 现在已经可以独立创作企划 制作手镯 葫芦 装饰盒等等 而他的作品多以飞天 佛像 皮音等本土传统文化元素为主 就是我们对这个传统文化 然后做这个大机的过程中会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所以而且这个七画它本来就是一个制作起来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就是丝绸之路 还有就是一些那个飞天 佛像 然后还有皮影戏啊 兰州工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马木群介绍 他们的气艺与文创中心成立于2017年8月 主要传承传统大气文化 同时为家庭收入低就业资源相对匮乏的学生提供一个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 这也能让学生提升创新理念 发现更多创作方法 以东黄的莫高库的壁画呀 造景的图案呀 人物造型呀 一些东西来把这些传统的元素来加入到现在的设计作品里面去 这个白颜色的这种有冰裂纹的这种效果 主要是用白颜色的鸡蛋壳 也有鸽子蛋的壳 一些壳来堆积起来的 然后反复的一个手工来打磨 据了解 该中心目前有三名指导老师和30多名学生 他们目前设计制作出了80余件77产品 主要开展茶文化系列 文房类 首饰类 敦煌文化 马家窑文化 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等等